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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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粮仓 856 芥湖源自北大荒 北大荒的水稻大米应该在全国都是非常出名的 856这个农场之前叫做青山农场 最早的时候这个农场也是一个老改农场 现在改名之前的青山农场 又改名现在为现在的856农场 856农场总的农场面积102万亩 后面的这些水稻我刚才飞无人机 大家有没有看到周围写的这些字 四周都有图片还有字都是在水稻里边种的 水稻里边种了点草 咱们现在走进水稻去看一看 我作为一个河南人 在我们河南那边种地从小到大接触的 就没有水稻都是什么呢 一年就种两季 一季是玉米 一季是小麦 就这两种 如果有河南老乡的话是应该知道的 所以我自己对水稻不是特别的了解 这就是水稻稻稻稻 跟小麦看着很相似 但是不是它的样子也不是 只是它这个麦稻有点香 它稻稻有点香 大家刚刚我飞无人机大家有没有看到中间有四幅画 这四幅画 刚刚有个叔叔过来跟我聊了几句 他跟我说这四幅画 制作这四幅画花了160 至于多少钱呢大家可以猜一下 好像有首歌唱的是东北黑土地什么样 地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那首歌忘了叫啥了 现在这土地都是黑的 大家可千万不要以为黑色的土地不好 黑色的土地可是非常好 有一句话很出名 色黑如珍宝 土好肥力高 说的就是这黑色的土地 黑色的土地十分的稀有 也是地球上非常稀有 而且优质的土地资源 东北也是一个粮食打赏 黑龙江也是一个粮食打赏 我说我从小没怎么见过水稻 大家可不要笑话呀 问一问河南老乡 谁家种的有水稻 我们那真不种水稻的 都是小麦跟玉米叫多 走了 继续走 有水稻 在家里里上 还有水稻 有一点水稻 不过水稻 也有水稻 有水稻 有水稻 很大 有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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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80多公里90公里到了虎林市 这就是虎林市 东北这边天气还是非常漂亮的 天上蓝天白云的特别清晰 漂亮 我昨天包括今天去的那个新凯湖 还有865农场 那些呢都属于密山市 虽然说它跟这个虎林非常近 但是它不属于虎林 虎林也是我经过的一个市 到虎林的市里边买了个煎饼看多大 这么大一个煎饼 稍作调整 吃点东西 养精蓄锐 继续出发